国际之间的焦点是大陆跟俄罗斯 最近将会在日本海展开北部联合2023军演 这是俄军第二次参加陆军主导的军事演习 也是俄罗斯方面首次同时要派遣海空两支军力参演 大陆的军事专家分析 这回中俄的军演选在日本海举行 反制美日韩这个联盟的意味相当浓厚 根据统计 中俄两国去年总共举行了六次的联合军演 创下了20年来最高的记录 大陆解放军五艘舰艇空拍形成壮观画面 解放军出动包括导弹驱逐舰 齐齐哈尔舰 卫阳舰 护卫舰日照舰 早庄舰航行至日本海 将和俄罗斯展开北部联合2023军事联合演习 大陆解放军强调演习主要是维护海上战略通道安全 提升中俄两军战略合作水平 根据俄媒18号报道 俄军太平洋军舰特里布茨海军上将号 及潘杰列耶夫海军上将号两艘反潜舰 已经出发前往日本海演习 往年中俄演习 俄军通常只派海军出席 但这一回俄罗斯会派出海空两军参与演习 也显示出中俄军方合作范围更加广泛 说中俄演习跟这个美人还演习都在日本海 而且相互之间距离并不远 也说明这种带有对抗性的演习行动 会让整个的演习效果 包括演习的实战指标 有进一步的提升和发展 大陆军事专家分析 日本海是中俄两国重要战略通道 公国海峡 对马海峡 金青海峡 这三大海峡关乎中俄战略安全 由于美日韩同盟近来也加强军事演训 中俄之间选在日半海军演 剑职美日韩意味相当浓厚 而中俄之间两军军演频繁 月初时俄罗斯军舰才刚刚抵达上海进行友好访问 据了解此次访问是两艘护卫舰首次访问上海 也是俄罗斯海军舰艇编队第七次访问上海 俄罗斯海军完美号和响亮号轻型护卫舰 5号首度抵达上海访问 大陆防长李尚福更在7月初会见俄罗斯海军总司令 中俄海军交往密切 互动频繁 希望双方加强各层级的沟通 常态组织连演 连巡 联赛 拓展专业领域务实合作 中俄双方在军事方面交流持续更深化 根据统计 中俄两国去年共举行了 六次联合军演 创下20年来最高纪录 也显示出俄乌战事之后 俄罗斯遭到西方制裁 持续和中国大陆深化军事合作 记得罗子余综合报道 再来看到的是联合国盟军指挥部 在18号表示 有一位美国游客 他在游览南北韩间 这个戒备严密的边境地区的时候 越过了军事分界线 所以他进入北韩 那现在好像已经遭到了拘押 这个拘禁的情况底下 联合国的盟军指挥部在这个推特上面表示 有一个美国人参加了共同警备区域的导览行程 没有经过许可就越过了军事分界线 进到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就是北韩了 跑到北韩里面去了 那这个美国公民越界进入北韩的原因 还有待厘清 另外有两位美国官员 那在就用不具名的方式向路透社透露说 越界进入北韩的这个美国公民 他其实是一个美国军人 然后推特上面又说呢 联合盟军指挥部认为 这个美国人目前遭到北韩方面的拘押 所以正在跟北韩的人民军接洽 看要怎么解决这次的事件 美国前总统这个川普啊 刚刚才这个狡猾完台湾 但是他现在已经接到了 美国检方寄来的调查通知函 暗示他可能会因为2021年1月6号 美国国会因为他的这个而引发的这个暴动案件 遭到刑事起诉 那川普目前是美国共和党 要争取明年总统大选提名的最热门人选 川普表示检察官只是给他短短的四天 向大陪审团提出报告 这几乎确定代表他会被逮捕跟起诉 这场猎屋全是为了要干预选举 完完全全是将执法当做政治武器 我这种说法感觉在台湾你常常听到啊